食药署最近公布的猪肉产地标识鸡查结果中发现 新兴冷冻食品有限公司的猪肉产品存在标识不实的情形 对此,食药署副署长林金富进一步澄清了详细情况 该署在112年至今年9月底的标识鸡查中 共查核了37216件的猪肉及其可视不为原料 其中,新兴冷冻食品公司被发现于制作的猪火锅肉片产品中 将美国和加拿大的猪前腿肉进行混制 但产品外包装仅标示了加拿大作为其原产地 完全忽略了美国原产的部分 林金富与记者会上提到 这家公司从美国输入了94,377公斤的猪肉 其中已经使用了93,77公斤制成了10,095亿公斤的重组肉产品 该公司的主要销售对象是小型商家 涉及的通路数量达到80至90多家 这也意味着,产品回收会面临着相当大的困难 值得注意的是,当食药署在该业者的美国猪肉申报纸本与电子资料间发现不复时 业者坦言,该批产品的标示早已完成 因此没有进行改标 它们在8月20日便已经开始出货 而至今该批产品已全部售庆 对于这次的事件,食药署不仅依法对业者进行罚款 由于此事件已涉及刑事责任 卫生局已经将此事移交给检调部门进行调查 此外,食药署也已将业者的库存肉品送去检验 以确定是否有莱克多巴案残留的情况 检验结果预计在一至两天内公布 食药署再次提醒 正确的产地标示不仅是法律规定 更关乎消费者的权益和食品的安全性 业者应该诚实标示 绝不可有任何隐瞒或虚伪的行为 对于消费者来说,也应该保持解决 选购时要仔细查看产品的标示 以确保自己的食品安全 大家对于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讨论哟 感谢收看Linux每天给你最新最好料新闻报道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